很少来袭的12月也同样是节日氛围最浓的新旧交替之时 权威色彩机构Penton发布了2023年的年度色Vivo Magenta 从字面意思来看我们不妨将其匿名为哇塞红 作为红色家族的一员 它没有正红那么厚重严肃 也没有粉红那么娇俏可爱 而是带有一种玫瑰从荆棘中绽放的力量感 活力四射无拘无束 每年Penton都会基于对时尚室内设计建筑和艺术领域流行趋势的研究 选出一款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共鸣的年度代表色 以此代表一年内全球的时代精神 为2023年选择的这款哇塞红也传达出全世界人们对于活力喜悦自由的共同愿景 我们翻了翻上海时装周的绣长品记发现 哇塞竟然有那么多哇塞红的身影 果然设计师们的时尚嗅觉总是走在第一方阵的 如何用这抹鲜艳的红色点亮你的OOTD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色卡吧 每个人的衣橱里都有牛仔单品 其实就和哇塞红非常般配 在Gasso by Gasso的SSR3中 与牛仔背心 牛仔裤等完美融合的这么亮色 不就是哇塞红粉红吗 配浅蓝 青春气息洋溢 配深蓝 复古感十足 通过剪裁的变化和搭配的玩法 上一秒还是街头滑板少年 下一秒就去迪斯科舞厅跳得最欢 Inx也get了红蓝出CP的精髓 已经十岁的潮流品牌Inx 始终致力于不过风格强烈的配色和剪裁 来展现当代年轻人对万事万物 怀抱强烈兴趣和新鲜感的姿态 哇塞红在Inx这里也被玩出了更多反派趣味 同色系永远不会出错 对于哇塞红来说 进一步就变成了紫色 退一步就变成粉色 尺度任你拿捏 浪漫气息十足的品牌 旭枝对哇塞红就是情有的中 深浅不一的粉色 饱和度随意切换 流苏飘逸又有质感 剪裁贴身而又灵动 仿佛将调色盘穿在了身上 又像是夏天六点钟的晚霞 路易斯升涛成的梦幻气质 也通过哇塞红的姐妹色系 展现的零零尽致 轻薄的纱质面料做出立体的扩形 温柔的针织贴合身体曲线 这个年轻的品牌 在自我表达和塑造独特女性气质上 确实那么游刃有益 太阳男神是Gasso Begason最鲜明的品牌形象 网季最常用的大地色系 也延续到SSR3中 朴素而生成的沙丘色 中和哇塞红的跳脱 亮眼的明黄色与哇塞红 一起冲击你的视觉 大地色系中和哇塞红的张扬 仿佛沙漠里生长的玫瑰 充满生命张力 第三条配色方案你说好了吗 色彩心理学也告诉我们 颜色和情绪息息相关 在即将开始的新年一年 利用名利的哇塞红 来装点黑白灰的衣橱 撇去沉闷卸下疲惫 或是在妆容 美甲 发色 配饰上 巧妙运用哇塞红 点亮一身造型的同时 也点亮了你的一天